这个视频会指导您如何正确使用康维宝小包装来服用药物。 打开包装。 您的康维宝小包装会包装在防拆封外带内。 外带上印有您的个人信息,请确保防拆封外带完好无损,并确实属于您。 如果您收到封印破损的外带,请拨打康维宝热线63854595通知我们。 当您打开防拆封外带时,您会发现一个或多个带子,每袋可以供应一到一个半月的药物,而这些药物会包装在小包装内。 留意每个带子上的标签,标签会指示您每个带子的服用次序。 打开第一个带子,以及确保其余的带子保持密封,以保存药物品质,直到使用时才打开。 了解印在小包装上的信息。 如果您无法清楚阅读小包装上的信息,请在小包装后面垫一张白纸作为背景,这会使文字较清晰。 第一个小包装印有您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,药物包装进小包装的日期,以及开始服用日和最后服用日。 每个小包装是根据服用的日期排列,请务必根据小包装右上角的指示日期服用药物。 每次都从最上方的小包装开始服用。 由于小包装的容量有限,同时间需要服用的药物可能被包装进不同的小包装内。 在这个例子中,1-2和2-2表示这两个小包装内的药物需同时服用。 小包装左上角印有两个图片,左边的图片代表当天需服用药物的时间。 这代表早上、中午、傍晚、晚上、睡前。 右边的图片指示您餐前或餐后服用该小包装内的药物。 这代表先服药才用餐。 这代表先用餐才服药。 每个小包装的中央标明着药物的名称。 药物含量、数量、颜色和形状。 小包装的最下方标明着药物包装和药物丢弃的日期。 打开小包装的方式。 请务必根据小包装上的指示日期服用药物。 沿着两个小包装之间的边界,从左到右撕开。 然后撕开小包装的顶部或底部。 接下来将药物倒出在手上,或药杯里准备服用。 如果您漏服一份药,请撕除该小包装并将它丢起。 根据小包装上的指示日期和时间,继续服用剩余的药物。 储存药物方式。 将所有小包装存放在原有的外袋中,以保存药物的品质。 将外袋存放在阴凉干燥处,避免阳光直射。 携带小包装出外旅行。 您可以根据旅行的日期撕掉对应的小包装。 您可以准备额外几天的药物供应,以防旅行计划有任何改变。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帮助来了解如何使用康维宝小包装, 您可以通过多主方式联系我们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,或发送电邮向我们查询。 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,或到任何一间国立健保集团药房向我们的药房人员询问。 我们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咨询。 康维宝,服药便利可靠。